拔断锦是一种中国传统养生功法 文字记载首建于宋代红脉的一间制 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本功法动作优美舒展犹如锦段 共为八段 顾名拔断锦 它因具有良好的曲病强身效果 自古至今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好评 本视频是根据学界公认的 八段锦最早定型版本 请光续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签印 梁士昌编著的《易经经外经图说》中 附入八段锦图文为依据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彭新博士 编辑整理而成 八段锦功法要领 一心情平静相合 二呼吸深长自然 三动作缓慢柔和 四用力趁筋拔骨 每一室练习时 随着吸气动作趁拔道急触时自然停止 体会趁筋拔骨 也就是伸懒腰之劲力 稍坐停顿后 瞬间呼气放松 动作收归复原 第一是 两手脱天理三胶 胸隔以上为上胶 胸隔与肚脐之间为中胶 肚脐以下为下胶 双手向上 拔伸腰背颈椎 提拉胸腹 功效为趁筋拔骨 拉伸韧度二脉 使全身气肌流通 开启全身气脉 第二是 左右开弓四射雕 左右手如同拉弓射箭 撑拔背扩后背 即脖颈 伸展按摩 心肺等内脏 功效为 排出胸中淤气 增强心肺功能 改善头部循环 解除疲劳 振奋精神 第三是 调理脾胃虚单矩 左右上肢松紧 配合上下对拉拔伸 牵拉胸腔腹腔 其功效为 打开尖关节 疏干健脾 有助于消化吸收 促进新陈代谢 第四是 五牢七山往后桥 整条脊柱 螺旋凝转 颈椎胸椎 腰椎 底椎 尾椎 节节断穿 松紧交替 食骨节之间 称拔松开 功效为 刺激整条脊柱和胸腺 增强免疫力 去除压健康 第五是 摇头摆尾去心火 上身潜伏 头部摇动 臀部摆动 灵活盘骨 功效为 使心火下降 水火忌忌 消除心烦心悸 失眠多梦 头沾头腾 五心烦热 舌尖红翅 头臭头疮 尿翅便秘等症猴 第六是 背后七颠百病消 颠足而立 拔身脊柱 下落震身 起颈落松 百练不如一斗 功效为 增强脊柱 椎体关节弹性 震动五脏六腑 排出浊气 消除百病 第七是 船拳怒目增气力 马步冲拳 怒目瞪眼 一松一紧 前后睁力 腿部大筋绷紧 丹田固密 功效为 疏干礼气 干血充盈 精气寒藏 筋骨强健 酒链传拳 气力倍增 第八是 双手攀足 顾肾腰 前驱后伸 双手攀足 拉伸腿部后侧 与腰部 功效为 合带脉 同都脉 生经化气 顾肾撞腰 将五脏之气 收归于肾 以上八是 每是练六指八遍 八是练完算一套 练完一套大约需要十分钟 既达到了健身效果 又不感到疲劳 坚持练习拔断筋 具有揉筋健骨 氧气壮力 行气活血 调理脏腑制功效 又能加强血液循环 改善神经系统 按摩内脏器官 增强人体免疫 对人体有良好的正向调节作用